大家好,我是萌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年终的护肤总结 就是空瓶,还包括一些我很喜欢的香水 然后美妆的话就之后再跟大家录 因为护肤品就已经蛮多了 然后这期是没有任何广告的 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不知道该怎么使用的问题 也可以在留言啊评论告诉我 我这样可以回答 因为我都是空瓶了,所以比较清楚 那我就按照护肤顺序跟大家讲 首先是晚间,然后早间,包括护发,然后之类的这种顺序 那晚间的话就从精华类开始 那首先晚间精华我一直是早C版A嘛 所以晚上的A纯精华呢是用这三支 它们三支是不一样的肤感和效果 那首先呢,夏天的话我比较喜欢用的是 科研式的0.3%的A纯精华 就我最开始是用的0.1的那个肤感超级好 对于没有用过想建立耐受的人来说 不太会启斗和爆皮的 然后我用了大概两罐还是三罐之后 然后开始用它这个0.3的 如果0.1可以耐受的话 0.3浓度的A纯同品牌的 它建立耐受也是可以无缝衔接的 但不同品牌之间我可能配方之类的会有一些不一样 我不确定啊,但科研式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入门使用 它是拧开之后要把后面的小屁股摁一下 然后挤到手上的这种 整个质地是非常水润的,没有油分 好像一个保湿精华的这种质地 然后颜色是淡黄色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肤感特别适合夏天 就很清爽,完全没有负担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夏天用它会比较多 但是有一个缺点啊 它最开始使用的时候是要把它的粉剂 摁进这个精华里面 然后摇匀,就摇匀这件事情真的很费时间 我第一瓶就没有摇匀 上年我就觉得肤感不好,拉脸 然后这个是我夏天比较喜欢用的一个A唇 那现在冬天比较干呢 我比较喜欢用的是这个 Dibolori的A唇 它们家就是以最简单配方 就减少对皮肤的刺激为主指的这么一个护肤品牌 它挤出来很油润的 而且感觉是那种护肤油的那种油润 所以如果是干皮的话 冬天我比较推荐这个 而且它也不含任何香精 像食用油一样的感觉 面霜都不用买很厚实的 所以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冬天 很喜欢这个品牌是因为它的包装 像我这瓶是15毫升的 大家可以看它的大小 就是它很小而且很薄 旅游的话我就是带这个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护肤包吧 就经常出差或者旅游的人的一个手搭方式 因为它是可以直接带上飞机的 首先是里面是一个透明的 就是机场给我的袋子 关键的时候是需要把它掏出来的 货布品什么都装进去 然后我外面还有一个这个袋子 它这个是相对而口红包装 本身附的一个袋子 它们两个的size刚好match 一般其他的洗衣套主的包装 它都是拉链的 拉链会把它卡住 这个的比较简单的方式是因为偷神的 塑料袋都不用封口 直接塞进去 然后拉上 安检的时候速度是可以提升一倍的 我目前觉得出行洗漱包非常方便的一个收纳方式 那说回这个精华 冬天我是用Dibolori的这个夏天是科研室的 还有再用另外一个A传类的精华 是皮肤科医生推荐给我的 这个名字叫做Dermastique 这个是唇胃储斑设计的一个精华 它的成分是烟纤胺、氏黄醇、水洋酸、植酸和尿草提取物以及扁桃酸 它的耐受会更难建立一点 就是如果我0.3用它 我头一次用我第二天就不好提 在颧骨的这个位置要开始长痘 所以我用它耐受建立了可能两个月 没有任何不良反应了之后才敢每天开始用 亚洲人的斑和欧洲人的雀斑是不一样的 欧洲人的雀斑比较在表面上它很容易除掉 但亚洲人的斑是比较深层的位置 而且我们的黑色素是比较活跃的 有的时候你去做了除斑的皮肤管理 过一阵子就会反黑 就是因为你的黑色素又受到刺激 它就会变得更活跃 所以这个是我医生建议 在做除斑的任何皮肤管理之前 先要用的一个精华类产品 它的颜色真的是这种棕黄色的 这个也是在药店就可以买到 就在法国的话 我觉得药店能买到的这种药妆产品 用起来都还蛮放心的 就唯一的问题就是耐受 然后我现在用这个的明显感觉 就是我变白了 现在连contour的颜色都会变得浅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抑制黑色素的效果 如果大家有用的话 可以去跟医生问一下 是不是适合自己用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这个角质调理的精华 这个也是药妆品牌 它的颜色呢 这种透明的 质感也是保湿精华的质感 就是一个热的很清爽什么的 就是很舒服 但是它上来会有一点刺刺的 如果你有痘或者闭口的话 它的目的也是调理你的痘痘和闭口 如果滑雪回来之后 每一次 头一周我都会疯狂的长闭口 就是那种每天早上起来 这个位置会有五六颗心的 想说我护肤品也没有换 就平常皮肤也挺稳定的 为什么会长 然后我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是因为温度的变化 以及这个紫外线的刺激 会让皮肤自我保护 所以它的角质会变厚 回来之后是需要用 角质调理的东西把它们去除 它配方呢 就是也是酸类的一个合集 看一下翻译啊 义醇酸 水羊酸 仁二酸 就是三种不同的酸类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刺激性的 晚上正有闭口 或者有破损的地方 你用上去会有点 遮遮的渣渣的感觉 但大概这个感觉 十分钟十五分钟之后 就会消退 它的使用方式是 第一天晚上用它 第二天正常用A醇 第三天让皮肤休息一下 就三天为一个周期 然后大概用三个周期这样 皮肤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然后晚上的面霜呢 老朋友啦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BioDelma的流年霜 这个是一个抗炎类的面霜 抗炎稳定 全家都可以用 特别适合在刚开始用A醇 或者A醇提高能度 就是你需要建立耐受的时候 跟它配合使用 但它的肤感真的非常的不好 它的肤感用上像你一把 但它确实是有效的 而且很稳定 所以我只是晚上用它 白天上妆用它真的不行 所以如果想要稳定肌肤 然后有一些敏感问题的小伙伴 可以试试用这个 稳定一下肌肤 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说的了 就是我常用的一个面霜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护发型化 这个是我今年的新发店 我之前就是因为毛躁的原因 我的理发师推荐 我要不烫纸一下 这样的话毛躁会减轻一些 头发看起来也比较有造型感 之前短发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 头发一旦长到缩骨 马上就开始毛躁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可以用 打湿的这个黑色的精华 他说一定是黑钻的这个系列 因为它的质地也是比较清爽的 热了 它也是像面部精华一样的 这种透明的质地 味道香香的 就是很清爽的 淡淡的一个香味 不是那种工业感 很强的香味 使用方法就是你洗完头之后 在吹干之前就直接按两蹦 然后均匀的涂在发尾 和比较中间段的位置 就避开发根就好 涂匀之后再吹干 头发就会变得特别顺 这样用手拉 也不会有那种 大家懂得大截的话 就会卡在中间段 光泽感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是挺好用的一个精华 如果大家有毛躁的问题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 接下来晚上的差不多就到这了 那早上的精华呢 维C精华我用的也是 Debo Graphy的这两支不同的精华 这一支已经无无空瓶了 它有两种维C精华 一个是11%的纯维C的 还有一个是10%维C 加1%的植物胶原蛋白 都是可以抗氧化的 加了植物胶原蛋白的 这个可能在抗老和熟绵机方面 表现会更好一点 但我自己使用感下来 就是差不多了 没什么差别 我这瓶小的纯维C已经用完了 所以就补买了一瓶新的 这瓶是满的 因为我这次滑雪要带它 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也是很清爽的感觉 但有一点油分在里面 就还蛮适合冬季使用的 可以顺便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胶原蛋白的这个版本 它的精华液 如白色的油 是比较清爽的 但它里面的油分的油感 就比较少一点 就比较水润一些 最后用下来加面霜 我觉得其实差别不大 就对于我这种普通冬季 会片干的皮肤来说 这两个都差不多 然后也没有什么刺激的感觉 那白天面霜我用的是 理肤全的Nutidic的面霜 然后这两个有不同的版本 管装的这个是适合中性肌肤到干性 然后罐装的这个是特别干的时候用的 就是拉门的品体 就如果大家预算有限的话 可以换成这个 我觉得肤感 使用感上完全没有问题 外加我现在是主要靠精华 在实现一些功能性的 面霜主要就是稳定和保湿 所以它们两个在能定保湿上 就是跟蓝湾一样的 没有任何差别 而且它罐装的这个是不需要有提前软化的 这个步骤的 它就本身直接可以上脸 就上脸之后那一个 糊住 也不是糊住 就是马上就感觉你的油分和水分 就全部锁住了 所以我只有在冬天特别干的时候用 夏天的话用这个挤出来的管状比较多 它就更清爽一点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从夏天到现在都还是用的这个 罐装呢 真的很偶尔很偶尔会用 就看大家的皮肤 如果是沙漠皮啊 很干 我觉得用罐装会比较好 然后它还有一个优点 作为妆前乳 也超级好用 就是不会跟我的化妆品打架了 就是粉底啊那些 没有错你的问题 而且非常保湿 就是对于卡文卡粉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改善的 然后还有一个空瓶 跟大家忘记分享了 是这个Firmade的B3面霜 这个是我夏天用的用控瓶了的 然后它的质地呢 刚涂出来的时候 会觉得跟理肤全的这个比较像 但它实际上清爽非常多 我就只能夏天用 现在用的话它就有点干了 虽然它也是个保湿面霜了 但我觉得它油分的含量比较少 我觉得油皮的话可以试试这个 可能肤感对你们来说会更好一点 除了医生建议我的以外 其他的我都是根据自己的使用感来的 用起来舒服就可以了 皮肤保持稳定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因为我觉得不停地换 护肤品也有一个问题 可能会导致比较容易敏感 比较容易发炎 其实发炎也是一个老化很重要的点 我就尽量让我的皮肤 不要在一个发炎的状况中的话 对于抗老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吧 就面霜结束了之后就是防晒了 防晒我是用的这两支 一个是Duck Fun的这个防晒 就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可以当做底妆使用的 然后接下来是我新用到今年的这个 Dr. Baha的这个 Baha的这个不需要这样摇油 它是50倍的 有一点点颜色 所以我现在直接把它当粉底液再用 因为它颜色也比较自然 同时又不像粉底液那样 会盖住我皮肤本身的纹理 它就稍微修正一下肤色这种 那Dr. Baha的这个 是我今年夏天发现的超级好 它是30倍的 我就是因为觉得它很好用 所以我在想说 大家有没有用过它50倍的 如果有的话 弹幕留言可以告诉我 它50倍什么肤感 它的质地很像一个护肤精华 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防晒的那个特有的质感 它是我用到的那个质感 最轻微的 你也不会觉得它有特别强的 成膜的那个感觉 它也不会熏眼睛 第一出来就是很水润 就甚至比有一些精华还水润的感觉 然后上脸马上9小时也不会泛白 你不用等它 而且也不有 铺完之后能保留皮肤 我本身的那个感觉的一个防晒 除了贵点 没什么毛病 大家要是用过50倍 请告诉我50倍怎么样 如果觉得很好的话 它真的是可以一直回购 那30倍的话 就是夏天可能不太够用 但冬天的话 就平常日常通勤什么的就够了 接下来就是润唇膏 这个润唇膏 我就不知道该在护肤 还是Get Ready With Me里面 跟大家分享 因为它是老网红了 Dior的这个变色唇膏 它的颜色超级适合我 020 应该是最深的这个色号 就它涂出来 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最近两个月给大家录视频 都是这一支 没换过 因为我是浅唇 如果它颜色太浅 我们涂上就还是像生病了一样 找到一个又能适合自己肤色 然后又看起来很自然的唇膏 这个颜色就是很难 所以我觉得浅唇的小伙伴 可以是这个020 真的很好用 它的质地比较保湿 就是像我冬天的话 家里每天开始暖气 还是会有一点起皮 但是比别的唇膏来说 都要保湿度高一点 那护肤类呢 最后是想跟大家分享两个香水 这个我也是不知道该在美妆 还是护肤类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这就跟大家顺便聊一下吧 都是Maria的 这个是Lady Sunday Morning 还有一个就是Buy The Fireplace 它们两个可以用特别简单的两句话来形容 Lady Sunday Morning 就是闻起来自己很干净 Buy The Fireplace 就是闻起来体感很暖和 Lady Sunday Morning 它的范围比较小 只能自己闻到 或者说离自己特别近的人 夏天我很爱用它 它就是我每次觉得自己 我要脏了 的时候喷一下 去健身房 或者说夏天很热的时候使用 Buy The Fireplace 是被人问过很多次 它是甜甜的烤栗子味 它是木肌料底的 体温上升之后会闻到一个甜甜的味道 木调的香水给我的感觉 经常就是要么它太厚重了 要么就是会加一些 Spicy的那种香辛料 我也不是很喜欢 这个是清的木调 再加一点甜甜的烤栗子味 这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水的一个小tips 我去年去那个香水工坊的时候 我做Bepso Nelly Z 真的同一个香水 在不同人的皮肤 它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当时做的时候 我的配方 我闻起来觉得它没有粉味 但是我一上升 喷五分钟之后 它的粉味巨大无比 但是在调香师身上 它的粉味是有的 但不至于巨大无比 当时调香师有给我解释 就是每一个人汗液 就是本身的体味不一样 然后它跟这个香水混合了之后 散发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所以可能同一款香水 在不同人的身上 它散发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香水真的太个人了 所以就还是需要上到身上试 看自己喜不喜欢是最重要的 那好啦 这就是这期想跟大家分享的 年中最喜欢的一些护肤品 包括香水空品的分享 希望对于大家护肤有些帮助 那我们就明年见了 拜拜